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賴鎮宏老師 那現在要為各位同學複習的是圓形 首先我們看到圓形的課程大綱 老師會先為各位同學介紹的是點線與圓的關係 再來會為各位同學介紹的是圓的切線 首先我們來看到點線與圓 在這邊我們複習的重點有圓與點的關係 圓與直線的關係 還有圓與角 首先我們來看到點與圓的關係 我們知道這個平面上給定一個圓 半徑是R 圓形是O 這個平面上的點跟這個圓的關係就會有下列三個 不外乎就是點在圓周上 或者是點在圓的內部 或者是點在圓的外部 我們來看看在這些 情況上它所要滿足的條件是什麼 首先比如說螢幕上A點它是落在圓周上 所以OA線段長就會等於半徑R 這個B點它會落在圓的內部 所以OB線段長就會小於半徑R 再來C點它是落在圓的外部 所以OC線段長就會大於半徑R 這個是點的位置跟圓形的距離還有半徑的關係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直線跟圓的關係 首先我們來看到 平面上給定一個圓一樣 在這個螢幕上我們看到有一條直線L 跟圓相切於A點 這時候直線L稱之為切線 這個A點稱之為切點 此時圓形O到切線的垂直距離 其實就是OA線段長 它就會等於半徑 接下來如果今天直線L跟圓交於兩點 我們稱此時直線L是一條割線 在這個時候割線它要滿足的條件就是 O點到這條直線的最短距離 也就是OA線段長它會小於半徑 最後直線跟圓的關係就是不相交 不相交它滿足的條件就是圓形O到直線的垂直距離 也就是我們看到的OA線段長它要大於半徑 此時直線跟圓就不會相交 以上是直線跟圓的關係跟它所滿足的條件 接下來要為各位同學介紹的是弦性G 這個螢幕上我們有一個圓O還有一條弦AB 對於這條弦AB我們今天過O點做一條線段 OH垂直這條弦AB 我們就知道此時 OH線段我們就會垂直且平分這條弦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性質 之後我們就會知道 OH其實就是AB的弦心距 那如果我們今天比較這個圓上有兩條不一樣長度的弦 我們也可以觀察到一個現象就是 比較長的弦它所對的弦心距就比較短 那比較短的弦它所對到的弦心距就會比較長 那這個同學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接下來呢 老師要為各位同學複習的是圓心角跟圓左角 那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圓心角 曾如同學所見 圓心角其實是由兩條半徑所形成的一個角 那今天呢我們再看到這個角AOB 它就是一個圓心角 那它所對的弦就會是AB弦 而它們角度之間的關係呢 就是圓心角的角度會等於它所對的弦的角度 這個是圓心角跟它所對的弦的關係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圓周角 所謂的圓周角呢就是圓內有兩條弦 那它的焦點呢焦點會落在圓上 譬如說呢螢幕上這個AC跟BC這兩條弦的焦點就是C點 而C點在圓周上 這個時候呢角ACB我們就稱之為它是圓周角 那圓周角的度數它就會是它所對的弦 在這邊就是對到AB弦的一半 所以角ACB會等於二分之一的AB弦的度數 那接下來呢由這個圓心角 圓周角呢我們來看這個圓內接四邊形的一個性質 那在這邊呢圓內接四邊形的性質呢是很常用到的 那它主要講的就是說如果ABCD是一個圓內接四邊形 那所謂圓內接四邊形就是這個四邊形的四個頂點都在圓上 那麼呢這個圓內接四邊形就會有一個性質就是對角會互補 也就是角A加角C會等於180度 那角B加角D也會等於180度 那個希望同學圓內接四邊形的這個性質要熟記 好 接下來呢再介紹一個觀念就是如果一個圓 它裡面的兩條弦是互相平行的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有一個觀念就是平行線會結等弧 也就是這個螢幕上所呈現的 AD弦跟BC弦如果是兩條平行的弦 那他們所結出來的弧AB弧跟CD弧它的度數會一樣 那當然度數一樣長度也會跟著一樣 這個我們就稱為平行線結等弧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102年的機車試題 他說AB弧是個半圓 那接下來他說O是AB線段的終點 CD兩點呢它是在AB弧上 且AD線段平行OC線段 好 那他說連接BC線段跟BD線段 若CD弧等於62度 則題目要問我們AD弧的度數為何 那首先我們看到題目講的CD弧是62度 那我假設呢我們要求的AD弧的度數是X 好 首先呢 BC弧因為整個弧是一個半圓 它的度數是180度 那扣掉了這個AD弧的度數X 再扣掉CD弧的度數62度 我們就會得到BC弧綠色這個弧的度數 它會是118度-X 好 那接下來呢題目跟我們講說AD這條線段跟OC 這條線段是互相平行的嘛 那於是呢我們就會知道平行線呢它的同位角會相等 那也就是腳DAB跟腳COB 它會一樣大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來看 如此一來腳DAB 來各位同學注意看一下 腳DAB呢它其實是一個圓周角嘛 因為AD是一條弦 AB呢是一條直徑 那直徑是最長的弦嘛 所以它是圓周角 而圓周角的度數腳DAB就會是所對弧度數的一半 所以腳DAB對的弧就是藍色跟綠色這兩個弧的加總 所以就是2分之62度加上括號118度-X 那它會等於腳COB 那我們看一下在這個題目上腳COB 因為O是圓心所以它是圓心腳 所以腳COB的度數就會等於它所對的弧的度數 也就是118度-X 於是由這個式子呢經過整理 我們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算的 這個AD弧的度數X就會是等於56度 好 就會得到最後的答案 再來我們看105年的國中教育會考的考題 它說啊 圓歐它通過五邊形OABCD的四個頂點 也就是ABCD 那它說如果ABD弧是150度 ABD弧是150度 那腳A是65度 腳D是60度 那題目要問我們BC弧的度數是多少 那首先呢老師就先把這個OB跟OC 這兩個半徑把它給連起來 好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O O是圓心嘛 所以OAOBOCOD都是半徑 所以它們會相等 再來呢我們先看到這個三角形OAB 那題目跟我們講說腳A是65度 於是啊它是等到三角形嘛 於是我們的這個 腳BO 抱歉 這個腳OBA也會是65度嘛 好 於是呢我們就可以算到這個頂角 腳AOB會是50度 好 那接下來呢我們看到另外一個三角形OCD 那題目跟我們講說腳D是60度啊 那一樣啊它也是一個等要三角形 所以我們的腳OCD它也是60度 於是呢我們就可以算到頂腳 它也會是60度 於是呢最後呢題目跟我們講說這個ABD弧是150度 那我們又知道呢這個腳AOB是圓心腳嘛 所以圓心腳對的弧就是ABD弧 所以圓心腳AOD也會是150度 於是呢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腳BOC 就是150度減掉這兩個 50度跟60度就會是40度 而這個40度呢就會等於BC弧 原因是因為我們的腳BOC是圓心腳嘛 那它的對的弧剛好是BC弧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呢BC弧是40度 好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弦切腳 圓內腳跟圓外腳 那首先我們看到弦切腳 弦切腳呢就是由一條弦跟一條切線所構成的腳 由螢幕上所呈現的腳ABC就是一個弦切腳 那它的度數呢就會是它所夾的弧度數的一半 也就是腳ABC會等於1 2分之1的AB弧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看的是圓內腳 那圓內腳就是說圓內有兩條相交於一點的 這個弦所構成的腳 那這個焦點會在圓的內部 那我們稱為圓內腳 那由這個螢幕上的紅色的這個腳就是一個圓內腳 那它的度數呢就會是1 2分之1的AB弧加CD弧 那最後我們看到這個圓外腳 圓外腳就是圓內的兩條弦 那它的延長線會交於一點 而這一點當然就會在圓外 此時呢這個腳我們就稱之為圓外腳 而圓外腳的度數呢就會是1 2分之1的AB弧減掉CD弧 在這個圖形上面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95年的機測試題 他說如圖 ABC3點在圓上 那D點在圓內 E點在圓外 那L為過B點之切線 根據圖中腳1 腳2 腳3 腳4的位置 判斷下列哪一個腳的度數最大 好那我們首先看到這個題目 腳2跟腳4的關係 首先我們看到腳2是一個圓左腳 那腳4是一個弦切腳 那他們所對的弧都是AB弧 所以他們的角度都會等於1 2分之1的AB弧的度數 好再來我們看到這個腳3 那因為腳3是一個圓外腳 那它所夾的弧就是AB弧跟FG弧 那我們知道圓外腳呢它的度數就是1 2分之1的AB弧減掉FG弧 那當然它就會小於1 2分之1的AB弧 好接下來我們看腳1 我們將腳1的腳分別延伸 那交於這個圓呢與DH2點 那我們就會發現這個腳1其實是一個圓內腳 那此時它所對的弧就是AB弧跟IH弧 那這時候圓內腳的算法就是2分之1的AB弧加IH弧 那當然它就會大於2分之1的AB弧 於是呢有以上我們就可以知道 腳1會大於腳2 那腳2等於腳4 最後腳4會大於腳3 就得到這個最大的腳是腳1 那以上就是老師為各位同學介紹的點線與圓 希望對各位同學有所幫助 謝謝 謝謝